欢迎收看 Tiger 短片教室 Hello, 我是 Tiger 这个 Pay List 叫做追求成功 Life Hack 希望和大家一起学习 和实践 如何做到一个更成功 更有影响力的人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的朋友 记得 Like 这条短片 和按下小鐘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 就是每个人的每一天 都只有 24 小时 这个故事是关于 Stripe 的创办人 Patrick Collison 其实爱尔兰裔的 Collison 兄弟 在直谷这个 Start-up 创业圈来说 是有史以来最年轻就做 予亿万身家的创业家 在 2016 年的时候 他的哥哥 Patrick Collison 是那时大约 28 岁 弟弟是 John Collison 26 岁 他们的资产已经超过了 10 亿美元 打破了那时 Snapchat 的创办人 Evan Spiegel 创下最年轻亿万富豪的记录 Collison 兄弟 创办的公司是 Stripe 如果未听过 Stripe 是类似 Paypal 的一间公司 同样做一个 Online Payment 机会 线上便提供一个 金钱交易的服务为主 在当时来说 虽然他刚刚创了 Stripe 但美国只得 8% 佔入率 但 Paypal 当时 已经有 76% 佔入率 其实是差很远的 但以 Time Line 来说 其实 Paypal 这个 Online Payment 机会 已经做了 20 年 而 Stripe 只不过是一间 未上市刚刚开始的 Startup 公司 其实已经有这个成绩 非常之厉害 其实 Stripe 比 PayPal 更加简单 更加容易操作这个特色 其实是令到公司市值 以每年 200% 的经人速度成长 举个例子来说 其实在美国 如果你要开一间网店 或者现在香港也是 你想用 Paypal 的话 其实当时申请是很复杂的 就是很多东西要填 其实如果遇到之后的技术性问题 其实也很难立刻解决到 但用 Stripe 的时候 其实就方便很多 你只需要在你的网站里面 Copy paste 7 个 一些规定的程式码 就可以完成到程序 其实这么明显的差异性 令到很多的网店老板 在不熟 IT 即不熟 Programming 的操作下 其实非常之吸引 其实也都可以瞄准住 我们所谓 End User 这个需求 涉入了我们的市场痛点 即 Ping Pong 是 Collison 兄弟 好知道 Paypal 里面的弱点 回顾 Collison 的成长 和创业的经历 其实都挺有趣的 他们十岁就开始学习 一些 Programming 程式 去到高中的时候 已经在很多次 Programming 比赛里面 赢了很多奖项 很多人开始认识他们 在未到二十岁的时候 Patrick 和他弟弟 John 和两位 Osford 牛津大学 毕业的新人 在植谷创建了一间新公司 这间公司是专门做 电商管理院 这间公司叫做 Automatic 并且之后 用大约五百万美金 卖了出去 其实这次成功的经验 就令到 他们的兄弟觉得自己 是有创业的能力 而市场上 他们看到的主流产品 和主流服务 其实都不太完美 所以他们决定 提早离开学校 全心投入创业 我们首先 锁定了 Online Payment Gateway 霸主 的龙头 PayPal 因为他们的系统 非常复杂 操作也很困难 对于一般的用户 完全不能称得上是友善 于是 Patrick 努力研究 想要开发出一个简单 很容易上手 就算电脑不聪明的人 都可以用到的 Payment Gateway 取代了PayPal 最后 真的让他们找到方法 并且用全新的商业模式 省略了很多复杂的申请程序 以及设计 设计 只需要 Copy Paste 几组的程式码 便可以免费地运作 而 他的生意模式 Stripe 就是每一单交易 每一单交易 收取2.5% 如果我没有记错 2.75% 剩2.3% 差不多 这个手续费 而在每这个服务 一推出 自然 超级受欢迎 因为实在非常容易用 而且很简单 所以令到Stripe 很快速成长 其实要说到 Patrick 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 最明显的一个性格 就是他很珍惜 和很重视时间 这个习惯 其实Patrick 就以自己的 仇命 做一个预设值 就是预设自己 80岁便会死 所以 在他的电脑上 就有一个 一个Counter 一个Countdown 倒数的时计 就显示自己 就剩下多久的寿命 整天提醒自己 其实每一分 每一秒 都在流逝中 那样 Patrick 就会整天 都会看着 那个屏幕的数码 提醒自己 时间有多么珍贵 我曾经 都跟记者传媒都说过 如果我有拥有 用不完的时间 我都会选择 很Chill 看电视 可惜 人一生的时间 是非常有限 其实当 我们看回 1988年的时候 我们可以推算到 他的电脑画面 应该现在显示的 寿命 剩下四五十年 或者 这个 不愿意浪费任何时间的态度 其实就令到 他们两兄弟 可以在二十多岁 成为亿万富翁 又或者是 这种 他不喜欢浪费时间的态度 令到他觉得 PayPal 真的很难 受不了 而开发出 Stripe 这个 平台 公司 其实对于使用者 来说 我们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 受惠 不需要再浪费时间 在PayPal 做很多 调定 《养成珍惜时间》 这个习惯 是Collison 兄弟 成功的秘诀 当我看回 Collison 兄弟 我自己想回 我们会不会 有时 都陷入了 无意识的状态 每天 就会起床 拿起手机 看下IG 看下Facebook 打下机 转转转转 一天 其实这种 是一个很可怕的循环 对于我自己的 take away 真的要想想 如何去改变 这个坏习惯的 很多书 其他都会说过 就是 不要常常按手机 每日定一个时间 就一次过回覆了 Message 之如此 但是我想 你可以找到一个 合适你的方法 然后更加珍惜时间 今天的影片分享 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很棒 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 也可以留言给我 告诉你的想法 下次见 拜拜